据全球半导体贸易组织统计 2021年1到9月 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达到3915.4亿美元 同比增长23.14% 中国半导体市场销售额达到1369.4亿美元 同比增长24.76% 全球销售市场占比从2020年的34.24%上涨至34.97% 由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进行制裁 中国半导体市场的销售额从2015年开始的连续增长出现首次下降 同时拖累了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的增长 目前 我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短板最明显的部分 就是产业链上游的设备和材料领域 而半导体设备由于其在集成度和精度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需要在资金、技术和人才等方面有大量投入 所以被国际少数几家厂商所垄断 严重制约着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因此 要想使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 就必须首先在设备领域实现突破 本文将对半导体设备行业 以及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进行分析 从产业链划分来看 半导体行业上游主要为IT核集设计、设备和材料 中游主要为芯片的设计、制造和封测 下游为应用端 包括集成电路、分离元件、光电子和传感器等 半导体设备作为半导体产业链上游核心环节之一 是半导体制造行业的基石 同时也对上千倍自身产值的下游电子信息行业的发展 起到放大作用 2021年 全球及中国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均出现大幅增长 2021年1到9月 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销售额达到752.3亿美元 同比增长45.5% 中国市场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214.5亿美元 同比增长56.5% 中文字幕提供 畅长